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关键下一秒 那在节目的一开始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要先跟大家稍微提一下 那过去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 在那个我们公司的官方网站 每天都有看谢老师的一个关键早报 但是科学家的研究是这样子讲 就是说一般来讲 大家对于内容的吸收力 最差的其实是文字 然后接下来才是声音 那接下来才是图像 所以一般来讲 大家都比较喜欢看电视 胜过于看书对不对 所以谢老师的一个关键早报 我们当然希望说 可以给大家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 那在开盘之前能够印象稍微 比较深刻一点 到底今天行情要怎么看 所以我们在8月1号开始 就下个礼拜一 有一个比较重大的变革 什么样的变革呢 当然我们每天在盘中 我们在那个非凡商业台 10点32分到10点45分 这个是谢老师固定的一个解盘的一个时段 好但是我刚刚提到那个关键早报 我刚刚讲了嘛 那个文字的吸收力比较弱对不对 那个影音的吸收力其实稍微比较好一点 所以我们关键早报变成影音版 那影音版的一个部分 我们会在大概就是10分钟 那8点50分到9点 在开盘之前 你可以花个大概10分钟 把谢老师对于当天行情的盘式 你稍微把它看一下 那个其实简单来讲就会 对于当天行情其实会比较有方向 那你说要在哪边看 那因为你看关键早报 你都知道怎么进度到 这个亨达投过的官方网站 我就不多讲了啦 那这个是谢老师嘛对不对 那下方有一个 稍微帮我们带进一点 这个部分有那个 关键早报的一个部分 所以你点这个进去 在8月1号开始 你点这个进去之后 就是谢老师在早上 我们针对当天行情 我们录的这个影音的一个版本 那观众朋友可以去 官网稍微搜索一下 那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看 就是包括其实那个APP下载 你也可以看到这个部分 那如果真的不会用 你可以打个电话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一个询问 好那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 我们要回到行情的一个部分 今天行情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观众朋友应该很久 没有看到这么大幅度的修正 跌了1.02% 跌了92点 这个是从英国脱欧以来 单日的最大跌幅 那因为毕竟过去这一波涨了 700点那今天刚好跌了1% 只有今天又是以最低点来做收 过去都是收最高点对不对 今天收的是最低点 那当然我知道观众朋友可能会对于 行情上面就会稍微有一点疑虑 但是我相信你从收完盘之后看到现在 或者是你在盘中看到一些解盘的一个 这个内容大部分其实跟你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今天台北股市的下跌就跌这一段 最主要是因为日本央行的决议 利率决策的一个决议 那因为我们不是总体经济的课程 虽然谢老师主修的是经济 所以我觉得就不要花太多时间跟大家提 我们经济也念了4年 都不可能在半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把他讲完 那我只简单跟大家提两个事情 第一个我认为把今天行情的下跌归咎在于日本央行的政策 我觉得这个这样子的做法其实不太对 怎么说我们来看这个部分 谢老师认为说今天下跌 很多人把原因归对于在这个日本央行的一个利率决策 但是我觉得这个叫推波助澜 什么意思 我觉得中文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推波助澜你必须要先有波先有澜 所以这个东西它其实是 等于是它补一刀 它不算说是造成下跌的主要原因 那其实另外一个角度其实我们来看 这是今天日经指数 利率决策出来之后大杀吉拉再杀 最后收盘收盘 所以你说跟他有没有关系 我说真的关系不大 那你说关系不大 为什么今天台北股税跌1% 那我相信你过去看下午这节目 你就知道我已经跟大家讲了一个礼拜 我说这行情会回档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今天基本上 这是我过去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提到 我昨天跟大家提到的 我就是说上工有限对不对 那回测不会升 那你说老师1%还不升 观众朋友今天这个波段涨700点 那个跌90几点应该还好吧对不对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原则上其实 这个行情如果你盘中 你能够跟着我们及时做掌握的话 你就会知道这个行情其实会跌 为什么 过去我们画的是上升轨道对不对 那昨天我跟大家提到说 这是一个高档的箱形区间 那箱形区间你虚线的部分 蓝色的是9085嘛 那下方的是在这个 在这个位置 那基本上你看到这个部分 其实简单来讲 为什么今天开低 大家就决定今天行情会跌 因为你离箱形的高点这么近 理论上来讲 从昨天美国股市来看的话 你今天是可以开高的 那你要创新高其实不难 但是他连那个高盘都开不出来 他就告诉你今天要杀嘛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所以原则上 你说这行情到底跌完了没有 我们应该这样的讲 我们要先定义 那个因为你看到我测标 我测标写说 到底是反转还是回档 这两个有很大的差异对不对 那个反转的话就是 这个行情从头 就从这里开始下去了 你要开始做放空的动作 那回档就是涨多的回档 还是要偏多 所以我告诉各位 基本上这个行情叫做回档 那回档的部分 它其实还有空间 因为你可以看到 小时线的技术指标 来到相对低档对不对 好但是因为日线的部分 我想有说过很多次了 这就不太多秀了 日线的部分还在80附近 所以日线的部分还有空间 所以这个地方可能还会再往下测 那我过去提过说 来到这个位置其实是最好的嘛 好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还是维持原本 跟大家所提到的啦 拉回的部分 你要勇敢的去做进场 好不好原则上是这样子 好那基本上 你拉回要做进场 那当然重点是你要买对股票嘛 对不对 那我觉得行情跌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有时候不是一件坏事啦 就是说我们过去在节目里面 之前跟大家提过嘛 有时候那个股票跌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说 到底什么样的股票才是好的股票 对不对 因为它会逆势的抗跌 所以你都单纯从今天的一个行情架构 来看的话 我举个例子来讲 例如说今天有很多人在讨论这档股票 对不对 这是我昨天我在节目里面 跟大家提到的一档个股叫金元电 那昨天我提到说 三到六月份营收都创历史新高 我认为这股票会上去 对不对 然后结果在今天 你就很凑巧 因为昨天是拉出 拉出这个突破大量区的第一根红K棒嘛 那你说老师收盘才知道 这个就决定于你盘中 有没有谢老师帮你盯着盘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好但无论如何 谢老师昨天讲之后 今天刚好 刚好真的是刚好 我也不知道他今天会公布半年报 但是我们知道他半年报应该会不错 因为那个算得出来 所以你看到今天的金元电公布半年报 他第一季赚1.25 不是第一季 上半年 H就是一半的意思 上半年赚了1.25元 那第二季是0.73 基本上这个都是新高的一个水准 那这个代表什么事情 当然你今天你单纯就他的股价走势来看 你会觉得 老师股价创新高没有错了 但是今天是一个开高之后震荡走低 对不对 那基本上 你如果单纯看K线是一根黑K棒 但是我必须要跟大家提 这个他还是有他的代表性意义存在 我们先跟大家提 为什么今天这股票会收出黑K棒好不好 你如果听过 因为谢老师在那个 我们今天在那个非凡年线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提到 那如果你听过的你就再听一次 那没有听过的你就听谢老师讲 为什么今天会收出黑K棒 这其实这个部分其实非常重要 就是说这个部分简单来讲 就是说第一个 他今天的行情其实没有很强势 对不对 就是大盘的行情没有很强势 所以那个股票要开高之后走高 第一个他反正难度就比较高 对不对 那第二个部分则是在于说 因为这一档个股 他不是一档小股本的股票 他股本116亿 那你不能够期待每一档股票 都跟友达一样 就是连续性的喷出 所以原本这个股票 他就不是属于会连续性喷出的一个个股 那搭配上说前面这一波 你看到这个部分 他基本上有一个套牢卖押 因为你这里买了之后 他其实股价往下走 那往下走的一个过程里面 他当然会有一些套牢卖押 当然跌下来是买点 但这个我觉得是事后化 反正重点是在于 你如果当初买在这里的 股价好不容易上来 那行情又不好 你就会想要出 对不对 所以原则上今天会出现黑K棒 最主要原因当然就是 我们刚刚跟大家所提到的 但是无论如何 他毕竟他是强势股 那强势股我刚刚提了 就是在行情不好的时候 你反而比较容易看得出来 强势股在哪里 所以这代表什么事情 我们刚刚其实特别 跟大家提到他的财报 他的营收 包括昨天跟你提到 他的营收 那基本上 今天有媒体也写了 就是他7月份的营收 应该会创新高 不过这个部分 我们在昨天就跟大家提了 对不对 但无论如何 财报好的股票 营收好的股票 还在这个地方 会做一个接棒的动作 那我在之前 应该是在今天 关键早报里面当中写 我说这个之前创营收 创新高的一共上市贵 你如果把新贵扣掉的话 有68档股票 它其实是创下历史新高 那创下历史新高 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族群 在于半导体的族群 所以观众朋友 很多人都觉得说 那个营收财报叫落后 对不对 但是你看 6月份其实你如果仔细看的话 你会发现创新高的股票 很多放在是在半导体类股上面 那结果费成半导体 在7月底创下新高 所以这个其实很有意思 这个就告诉你说 你如果认真研究的话 这个部分会是有领先性的 所以包括什么样的股票 除了金元店之外 另外包括什么 包括了像是金测 这档个股昨天是 它没有创下新高 最高点是776 但是你从它的收盘价来看的话 它是收盘价的新高点 那我们讲过嘛 这是大量区嘛 对不对 然后突破大量区 震荡整理之后 它都没有跌破 然后只有股价就开始往上走 那当然你今天 你单纯看它的一个股价 是呈现一个压回 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 基本上压回的幅度 其实并不大 那它连续四个月的营收创高 而且我告诉各位 因为在多头行情当中 基本上那个股王股后 理论上都要表态 那我认为这档个股 当然很多人跟你提过 基本面了 什么中华电信转投资 联发科转投资 好但是这个东西 今天我不跟你提 因为我觉得 那个我们之前讲过了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是什么 我觉得这档个股 它是现阶段 台北股市的实质股后 很多人听到这句话 会有疑虑嘛 就是老师乱抢 现代的股后名就汉维科 对没错啦 至少你对盘的敏感度 其实还蛮高的 因为汉维科的股价是 1355块 但是观众朋友 这档股票会下市 它马上 那个艾斯莫不是花 1417块收购它吗 那如果年底完成 年底完成 汉维科就从台北股市下市了 那下市之后 这股票都不会动了 它从现在开始 它就是拖到最后一天 然后来到1410块 然后这档股票就没有了嘛 对不对 所以这档个股它基本上 它已经不具有代表性意义 那我在一个多头行情当中 我股往股后要表态 观众朋友 这个是现阶段 台北股市实质股后啊 所以 当然股价比较高啦 但是我觉得你如果资金比较充裕的 我觉得这个倒是你可以 用一个中长线的角度来看 因为毕竟汉维科是超过1000块的股票 我们就严禁于此啦 听得懂就听得懂 听不懂就算了 好 那这个部分当然是股价稍微比较高一点的 那另外我们刚刚提到金测是 中华电信跟联发科嘛 所以我们在讲到营收创新高的时候 我们有一档股票一定跟大家提 这档股票叫联发科 好那我们过去跟大家提过 它的四到六月份的营收 其实都是创历史新高 那今天股价其实是呈现一个强势的抗跌 那强势抗跌有它的一个原因存在 那基本上在今天我相信 观众朋友你会看到一个媒体的消息 这是 你可以看这个新闻的标准到 联发科追单 台积电产能爆发 这会告诉你两件事情 第一个台积电表现不会差啦 下半年的表现不会差 这个 不好意思 这个符合它之前法说会所 我提到的一个部分 对不对 它下半年会成长嘛 那联发科要追单 那台积电要快点赶订单给它 所以它第一个台积电表现不会差 台积电表现不会差 台北股市表现就不会差 这是你从这个消息当中 你看到的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 其实我昨天我跟大家提过嘛 我说 七月份的营收 联发科的部分可能 可能会小掉啦 那如果掉的原因它其实是因为 它单子出不出来嘛 但这个其实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说 它的订单其实是很大的 它只是那个出货来不及 因此就算七月份没有创新高 它后面其实都还有创新高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认为这个影响不大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的是在于说 如果说 因为我现在不确定它那个追单的部分 它会反映在七月份还是八月份 这个我必须老实讲 但是如果是七月份的营收小幅度越减 那有回测你要留意买点 我昨天跟大家提过了嘛 就是你把它还原全值 这个当初公布四月份营收创新高 从这个位置开始 这个已经是还原全值的一个价格啦 反正就是从192涨到257嘛 观众朋友应该都记得嘛 对不对 好那涨这一波涨的33%之后 这个地方开始做整理 但是因为它下半年的营收会持续强劲 8月3号要召开法说会 所以基本上这个部分 还会有反应的一个机会 好所以基本上联发科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观众朋友就不需要太过担心 因为过去我提过嘛 它跟高通做比较 它的一个股价其实是落后的 所以它一定还会有网上的一个空间 好但是我们讲到联发科 当然今年非常重要的一个订单 是来自于三星对不对 那三星的部分今天其实你也看到 这都谢老师之前讲过的嘛 就是三星会好嘛 因为三星它的一个 这个手机的一个销售其实非常好嘛 S7的一个部分 所以它的一个获利创新高 那获利创新高 观众朋友它的股价 在今天其实也是创新高啊 所以有时候这个部分 你如果去叮营收的话 你会看到那股价其实会先反应啊 你今天你看到 我们假设三星是一档 应该不能这样子讲 因为台湾真的有一档股票叫三星 但是它不是这个三星啊 我们单纯从韩国的一个三星股价来看 你如果有去叮的话 基本上你都可以从这里地方开始做嘛 对不对 好那做不到三星怎么办 做不到三星没关系啊 台湾有一档三星的一个代表股嘛 这档股票叫神盾 对不对 它是最纯的三星概念受惠股 所以你看为什么今天 大部分的股票其实都下跌 因为今天行情表现其实不太好 但是为什么它的股价能够创历史新高 因为它是最纯的三星概念股啊 所以你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我想我们过去跟大家提过很多次了嘛 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你看这个基本上就已经是那个热气球了啦 反正就是你看它要走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啦 因为它股价已经穿上新高了嘛 你已经上档看不到压力 当然我们可以用基本面来算那个目标价到底在哪里 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 你跟着我们做就好了 我觉得不需要把那个事情搞太复杂 但至少这一波你从我们的一个交易当中你可以看到 有141的有148的有154的有159.5的 我昨天也跟大家提了嘛 你至少应该有这个部分对不对 好但问如何 之前我们已经先做了几笔获利了结的操作 171.5然后出在199是涨10% 然后161块的出在184涨了14.29% 当然我知道观众朋友会讲说 老师那个你看你出在199跟184 现在回头过来看有点可惜对不对 它股价涨到195 但是我告诉各位其实不用觉得可惜啊 因为你现在抽出来的资金 你是要拉回来买当初神盾股价在这个位置的股票 那你说有没有当然有 夏老师今天跟大家提了这么多营收的一个创新高的股票 这一档个股基本上符合了 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一个条件 所以你说这个部分 这档股票它好在哪里 我在第二阶段的节目 连面板股一起跟大家做解析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马上帮各位做解析 欢迎回到我们的一个节目现场 那在进入第二阶段的节目之前 还是跟大家提醒一下 从8月1号开始 当然我们盘中连线的 在非凡商业台的盘中连线那个时间是固定的 好但是如果说你要更早掌握 我刚刚讲过嘛 那个学习效果最好的 其实是影音放在影音放在一起嘛 而不是文字 所以我们的关键早报会改成影音的版本 8点50分会在我们公司的官网更新 那或者是说你可以上那个 你现在这个QR Code 如果你还没有下载亨达的APP的话 可以趁着这个时候 可以稍微掃描一下就很快嘛 然后8月1号开始 你就可以看到夏老师的关键早报影音版 好简单来讲是这样子 就不要浪费时间多题了 好那我们回过头来呢 今天基本上有一个大家也很关注的消息 我现在来教你解读新闻你知道吗 这叫做面板女王白为民 8月登台业者笑了 这看起来应该对于面板类股势力多 对不对 好但是他本来应该去 他过去都是五六月来 然后今年就比较晚一点是8月份 好但问问如何 你看到今天其实面板双虎股价走势其实 你说差异不大也不大 差异很大也很大 什么意思 友达今天是逆施抗跌 好那今天是收小涨嘛 那基本上这个当然是一个强势的概念 然后你看到群创的部分 群创今天法说会 但是群创今天法说会 它股价反而是呈现下跌的 观众朋友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教你一件事情好不好 很多人在讲那个法说会行情 对不对 那法说会行情你到底要怎么做 当然第一个你还是必须你对基本面要有点了解 就是你要知道他到底讲出来的东西 是好还是不好 这是第一个重点 那当然友达我花很多时间提 我就不要再多多讲了嘛 因为我当初在跟大家提的时候 那个时候才6月29号 拉出第一根当时的价格是10.25 对不对 好但无论如何我要跟大家提的是在于说 这种东西 这种法说会这种东西 先讲的一定先赢 那如果你前面反应了 前面反应了 那那个先讲那一档如果它不太涨了 那后面那一档也不会涨 观众朋友你听得懂意思吗 就是说我们以友达这一波的一个股价来看 我们从这个技术现行来看 它是昨天法说会对不对 我们来看这个部分 友达的一个部分其实很简单 我们当时在这里讲对不对 在这一天这一天讲 讲之后它股价涨上来涨上来 然后礼拜四法说会 礼拜三下午法说会 然后讲得很好股价大幅度开高 但是开高之后它掉下来对不对 它告诉你说 短线上面我走这一段 我要休息了 所以后面群状讲什么已经不是重点了 因为它讲什么它都不会涨 对不对 所以你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基本上你说老师那面反股就走完了吗 不是嘛我过去跟大家提过嘛 你看勒金菲利普的一个K线 它股价已经来到这个位置了 然后友达的价格在这个位置 所以它一定会有空间 但是你短线上你必须要让它休息 休息完之后再攻 所以我过去我跟大家提过嘛 这种股票你要买的是拉回嘛 那拉回哪里买 这个我在这里我就不方便跟大家提了 你如果想做的话 夏老师欢迎你跟着我们同步来做进场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的重点 我们还是摆在财报跟营收的股票 所以我们刚刚提了一档例子 叫做金元电对不对 那股价其实非常强势 那所以他告诉你一件事情啊 我如果这个时候财报营收表现不错的话 那股价其实会很强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夏老师帮大家准备一档股票 当然第一个他六月份的营收创历史新高 那我这个时候我当帮大家挑出来 当然是我认为说 他七月份的营收也会创历史新高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我们过去在讲神盾的时候 我说要跟国际大厂接轨 那这个地方我就不讲哪一家国际大厂了 因为那个讲出来大家就知道这家公司是什么公司 所以他跟国际大厂合作切入欧洲市场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 而且是一个高度成长的产业 这符合我们之前跟大家所提的 那营收创新高 他第二季的财报公布 我认为也会搅出一个非常亮丽的成绩 所以你看到这一档个股 过去在这个地方做整理 最大量在这个位置 前面突破之后 这里你可以买一次嘛对不对 然后拉回这个位置 又会是一个好的买点 所以夏老师希望说 你不要被这个拉回吓到了 重点是拉回要敢买 买什么股票不要犹豫 跟着我们同步进场来做操作 广告当中拨个电话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个联络 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